Hello 大家好 我是新人演员周太亨 我最近在演一个舞台剧 然后这个月可能需要进组拍一个警匪类题材的影片 我觉得十二少这个人物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懦弱的一个人 可能是他从小优越的家庭环境所造就的他这种性格 他相对于如花来说呢 可能没有他那么敢爱敢恨 就是知道要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也是去重新观摩张文老师是如何处理这个角色 如何表演的 我也有想过一味的去模仿他的表演 但是最后我发现 如果说我一味的去模仿张文老师的表演的话 可能我自己对这个角色的处理会少一些 这就不是我对十二少这个角色的理解了 话剧和影视剧我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如果非要做个对比的话 我可能觉得话剧呢 更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一种震撼的感受 然后影视剧呢 就是可以运用更加细腻的手法 给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感触吧 我是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见演员在电视上尽情的去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演 他们的那种状态 我就是受到他们的感染 然后也很向往的去想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刚开始跟家里说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也是遭到了极大的反对 然后最后通过我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吧 改变了我家人对我的这种看法 这种想法的不肯定 因为当时我其实是一个小胖子 我当时有一百八十多斤 然后我为了让家人们看到我的决心 我愿然决然地就开始走上了我的减肥之路 然后从一百八十斤收到了一百四十斤 然后再去参加的依靠 然后也是通过我的这种坚持吧 然后改变了家人们对我的看法 让他们肯定了我 因为我在生活中是一个 我是一个慢热型的人 然后我还是一个双子座 所以说我冷淡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不愿意说话 不愿意动的一个安静的 非常非常安静 非常平静的人 然后在我造起来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非常逗 非常愿意去做一些搞怪的事情 搞怪的动作 去让周围的朋友啊 开心的这么一个人 平时我不忙的时候 然后我会愿意去运动运动 健健身 然后吹吹口琴 画一会儿画什么的 我平常 类型的话 我比较喜欢那种励志类型的电影 就是比如说 肖申克的旧熟 然后阿甘正传这种 我觉得这种电影会比较能够激励我的这种上进心 然后会让我看得很热血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偶像有像刚刚说的张国荣老师 然后刘德华老师 还有邓超老师 我是比较想要演那种有双重人格 有反转性的这种角色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挑战 也是我非常想去尝试的 其实还是想要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 然后不断的丰富自己 不断的磨练自己 让自己能够最后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 真正成熟的一个演员 好 谢谢